画面现场是基隆市历届里长社会服务协进会的新春团拜 聚集许多里长博与议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市长张通荣夫妇 与现任民政处长张渊祥 他们一家三人都曾经担任过里长 加起来一共十届长期在地为民服务 这个夫妻跟我儿子三个人 同时在我们基隆市第一个里长 我当了十届里长 我太太当了六届 我当了两届 我儿子淹翔当了两届 总共十届 十届要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因为中间有推出联合国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多两年 所以今天很高兴 每年啊 我们有这个里长的活动团拜 我们三个人都会到 感谢很高兴 所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兔年行大运 谢谢 我们夫妻三人 还儿子就在长坛里 经营了十届四十年的里长 当然那个渔村啊 就是非常的单纯 非常单纯 但是有些里面有些事情 有时候南美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很棘手的这个问题 那就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啦 那如果真的不能圆满解决的话 那就真的就没办法 但是把里内的路灯啊 路向道啊 用好 一些因为渔村都很纯朴嘛 那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比较少 把老人家照顾好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年长 新春团拜现场 大家热络 互相恭贺新年好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也充分展现出基隆在地的浓厚人情味 代表市政府到场致议的民政处长张元祥表示 谢国梁市长相当关心基层民意 并陆续规划与基层深入互动 基隆市谢国梁市长小爱爸爸 是一位有史以来最注重基层民意的市长 他不但呢 在任何的场合 首先就一定要聆听基层里长 甚至林长的建议 我们即将在二月的上旬 这个月马上在下周 要邀请全市的林长 一一来到基隆市政府 来跟市长做座谈 是很认真很开放的座谈 市长认为应该要从基层聆听声音 由下而上来给市政府带动 实际上对市民朋友有帮助的任何的政策 市长本身呢 会带着我们林长 一个礼拜会有两个T次 一个T次大概是四个礼 来安排进市政府 然后市长带领大家参观市政府 与市长合照 还有长达40分钟 跟林长直接的座谈 在我们简报室 所以相关的人数 就以我们简报室 简报室大概是60位左右的人员 分梯式的 由仁爱区市中心开始过来 甚至我们也租用 我们基隆市很著名的观光巴士 其实观光巴士让我们林长来体验一下 很多林长说 一来没有做过观光巴士 二来呢 又没有到过市政府 甚至市长市 这是我们市长真的很重视民意 从林长开始接待大家 聆听大家的建议 以人为本 从在地的民意出发 密切的沟通 相信会是谢果良新市政团队 非常重要的特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期待 好